这两只大鹅是这条街的饿霸 别看他们一摇一摆很可爱 如果不给吃的就会在店门口嘎嘎大叫 烤鸭店老板慌忙给烤上鸭肠 饿霸毫不客气得吃完前往下加 隔壁冒鸭店主急忙奉上准备好的鸭针 吃完转头又看上了大妈手里的大肉肠 面对耍无奈的大鹅 大妈直接放弃了抵抗 其他人见状都识相地交出食物 连小朋友的薯条也没放过 吃饱后还想喝点奶茶 可奶茶店老板早就关门躲了起来 大鹅直呼不懂事 骂骂咧咧又来到了冒鸭店 看来鸭针吃上头了 两只大鹅其实是夫妻 平时都是大鹅带着媳妇小白讨要吃的 大家其实挺喜欢他们的 可是最近他们突然消失了 担心至于大家都处寻找 终于在海边找到了大鹅 大鹅见到熟人先是打了声招呼 随后又是钻洞又是上台阶的 一摇一摆地带大家来到了山坡上 一看原来是小白生宝宝了 看来大灰刚刚在抓鱼给媳妇补身子 产后的小白出来晒太阳 大灰还会小心翼翼地张开翅膀保护 街坊邻居们看了纷纷被暖到 还做了海报宣传他们的爱情故事 最后 祝福他们的蛋都顺利孵出大胖宝宝吧